麦里茨嘉宾 继续有网红男Casper 和我们一起谈谈大行报告 主要谈谈苹果供应链的相关股 税信出的报告 最新谈谈苹果供应链的相关股 亦下调股份的盈利预测 当中包括一只港股 就是蓝筹的瑞星科技 降了目标价 降了24.4至24.4 评级就看中性 今日瑞星虽然再刷新低位 但跌幅其实不算非常厉害 最新跌2日子 23.3毫半 报告中暢淡的股份 还有另外几只A股 例如蓝斯科技 戈尔股份等等 看到这些相关A股都要向下 为何有这样的看法 其实看真这份报告 虽然说覆盖了五只苹果供应链相关股份 但其实各自都有自己一些负面因素要面对 其实每一间面对着的情况 都是有些不同 这样看下去 其实瑞信又是否真的 暢淡整个供应链 还是刚好这些股份 都是苹果供应链内的股份 其实我觉得未必是 暢淡所有真的 苹果供应链 其实就 看看 有些公司 因为它都在苹果供应链内 它可能有其他的业务 有其他的业务 又或者其实它可以维持到 就是和苹果的耳价能力 如果譬如说 好像镜头 或者是屏幕 这些其实都有一些升级概念的 关系在这里的时候 其实这一堆的产业链 就未必说会这么差 但是其实 整部手机 这么大 这么多不同的零件 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位置 就是可能 加价的能力没有那么强 又或者其实就不需要再进步 维持回现状 已经OK的了 这样的时候 那些相关的供应链 就可能是会受到 苹果方面压价 又或者是没有那么强 耳价能力 就慢慢会有一个倒退在 所以就说 就是要看回自己那间公司 或者那个产业链里面 就那些细分的行业 究竟如何行 OK 但是 大家之前都知道 苹果 看到它去年12月的时候 那个季绩其实都很厉害 又加上最新有造车概念 股价都破了顶 当时也有很多大行 其实是唱好着 苹果未来的业务发展 但是如果这样听的话 现在反过来 是不是苹果的生意 其实越做越强 越赚钱能力越高的情况之下 变相其实有可能就反而是 令到这些 供应链里面的相关股 那个生存空间 其实都是压缩了呢 其实我觉得是的 因为其实一直以来 都看到 就是如果你和苹果 合作 合作那些供应商 其实他们很少会有一个很高的 profit margin 或者可能RE 数据那方面很漂亮 那样 譬如你看回 你会看到 当时也都是百多元的 水星科技的时候 它当然 当时的数据很漂亮 但是 你会看到 它曾经试过 连RE都是比苹果 那会不会有些 功高震主的感觉 这个大家自己想 那还有呢 我就会觉得 譬如说 瑞星这些公司 那就真的要看 那如果你说 苹果业绩好呢 就未必 就是说会 直接去带动到 下游的那些 相关产业面 是一起上去的 那原因就是说 那我买一部手机 那也都有些 就像刚才所说 有些加到价 有些加不到价 又或者是苹果 其实自己本身 当然手机数量 也都维持到 一个很好的销量 但是其实 有另外一部分的收入 就是靠一些软件收入 所得回来的 所以你说增长方面 手机方面的销售 是不是仍然可以 维持到这么高 数量的增长呢 如果不行的话 就是量没有增加 但是靠的 就可能是要 那些手机设备升级 才可以令到 下面那些 这些产业链 是受到一些提振 所以 就真的要好看 个别公司 究竟它在 这一个这样的 产业链里面 占据着什么位置 跟它加不加都加